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记得呢 这本书的书评如何写出好人生 我把标题定名为阅读书写跟回顾 那我想呢 这本书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去阅读书写和回顾 OK 那今天呢 我邀请到嘉玲跟我们一起谈 因为我想哦 在我自己本身做阅读跟书写的过程当中 嘉玲是我最重要 也是最好的伙伴 那很多书的缘分是这样哦 就是说我自己先读完之后 我一模一样把它冰在书柜里面 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前一阵子嘉玲又把它拿出来 结果呢 他自己把它读完一边大受感动 跟我说这本书太棒了 我就说你既然觉得太棒了 那我们就来录个有声书评 所以呢 我们来欢迎嘉玲 嘉玲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嘉玲 嘉玲这本书哦 因为在阅读的距离来说 你比我还要近 因为我很久以前读完 很久以前写那一本 写那一篇书评 那你可能是最近才读完 是 那你自己读完之后哦 可不可以用你最新鲜的记忆 跟我们所有的听众简介一下这本书到底在讲 讲些什么东西 应该这样讲好了 我觉得当一个人呢 阅读阅读久了之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开始 会有想要创作的欲望 可能看别人写的东西 因为我们常常都说 阅读其实它是开启了一个你内在跟自我对话的空间嘛 没错 对不对 所以你其实有的时候看着文字 你想到的是自己 对 那你看了这么这么多本书之后 那如同我现在也是开始想要走上创作这条路 那你开始想要走上创作这条路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去知道 那到底创作是怎么一回事 书写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我就看了这个标题 如何写出好人生 嗯 这应该是一本可以教我怎么书写 然后怎么样去好好回顾自己的一个指导书吧 我是这样子去 所以你原本以为它是个教科书就对了 我本来以为它会告诉我 第一点 你在书写的时候应该要准备什么 你应该要有个什么样的心情 有点像是那个 开始写书法的时候 你要把你的文房寺宝都先准备好的样子 结果真的是大出我意料之外 因为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如何写出好人生 所以它主要是在告诉你 或者是它蛮适合写给 如果你对自己整理自己 面对自己也有兴趣 也想要用文字去记录的这样的人 那所以这个作者 他用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作为范本 然后呢 告诉我们怎么去书写 可是呢 它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 以往我们在看别人的自传或传记的时候 很容易就是从幼稚园 对 时间轴势的流水帐 对 它是线性的 它就是一个年纪一个年纪这样写写写 然后你仿佛看到你个毕家的小孩 慢慢长大一样 然后配上一些照片 然后你就可以在某个左上角里头 看到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脸庞这样 然后这个人可能现在是一个多么 了不起的伟人 然后你就会知道 哦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伟大的人 只要你人生做对了什么事这样 你好立志哦 真的是 我们看自传不到这样吧 也是啦 对 可是这本书它就打破这样的一个概念 你从开始看的第一章 你从它开始去写 你根本是在你还没有任何防备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用它的手 作者已经用它的手轻轻地牵着你走进它的人生 可是你一点都没有感觉 你其实已经是在看别人的故事 你仿佛就是跟着它 然后一起回忆一些过程 所以它里头呢 它是用分章节去写 它的每一章跟每一章不见得是连贯的 不像那种我刚才讲的自传式的 你从几岁到几岁又做了什么 然后你的每个选择 好像跟上个选择都有一些关系 它这里头反而是 它就是这一章写的可能是高中 可是下一章写的可能就是它出社会了 然后也可能再到下一章的时候 又是它回顾它童年 所以你在每一章里头 你不会有那种 好像非得要跟上一个作者的脚步的那种感觉 你可以很自然的去流动 那其实这个回应到写作里头 如果你是对自己 如果你是对整理自己也有兴趣的 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它很困难的是 你今天写完五岁 明天就写六岁 后天就写七岁 你的记忆不是长这样 你的记忆有的时候是往复的 就是今天可能想到的是九岁 然后一下子下一秒钟 你又跳到二十岁了 对 你讲这个很关键 我们的记忆往往不是靠时间走在窜的 是 是一些可能事件 或者是重要的情境 重要的人 或重要的成长阶段 是 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这个作者其实讲到 你刚刚说以为他是教科书 但也的确他是一个大学老师 是 他也是专门在教写作这方面 那他好像是也有在跟新闻相关的科系任教 那跟他的背景有关 那其实他在这本书 我觉得他在他的铺排跟处理 很巧妙的地方 就在于就是说 他其实是提炼出 他生命当中重要的 生命的场景 人物 事件 或时代的意义 对 然后把它串起来 他反而不是用那种所谓的时间轴 那这样串起来 其实他要有他背后很重要的目的 另外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这么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他这样串的目的 他就是要告诉你写作 很多时候我们开始写的时候 你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你开始写 谢谢 你写到一个段落的时候 你才发现 哦原来我写这一段 想要说的东西是什么 他就是 他仿佛你在看 看他的自传的过程 你看看看看看 看得很顺 你很想知道他下一秒钟发生什么时候 突然之间 他就会跳回到他老师的身份说 其实我刚才写的这一段 你没有发现 我在处理的主题是什么 这里头讲到有哪些东西 所以你那时候就会知道 哦原来写作是这么一回事 原来写作不是我设定好 我今天要写 我五岁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能写得出来 你这么写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会写得很僵硬 然后你会写到一个段落之后 你就觉得 没什么好写了 特别是在处理生命这么庞大的议题的时候 仿佛很多事情可以写 可是你开始写个一两句话的时候 你会觉得 不知道写什么 或者那个情感太浓烈到 你无法去下笔 无法去回忆那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个作者 他真的就是一个很期待的老师 告诉你 你可以怎么去处理这些素材 你可以怎么去运用你的回忆 那他里头也有很多很棒的中顾 就是我也常看到很多人 在做自己的生命故事的书写的时候 往往他就会落入在 开始去回顾说 曾经他的生命当中有哪些人对不起他 或他的爸爸妈妈 因为什么样的交流方式 没有处理好什么事情 以至于他现在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开始去指责啦 是 可是这个作者他真的很棒的地方是 他就告诉我们说 回顾你的人生 整理你的人生 不是要翻旧账 不是要去 去做 批评大会 对 然后去指责别人的 不是 这都没有意义 因为人生 他已经是发生过的事了 你把这些东西写出来 不是要去交代任何人 也不是要拿来批评任何人 他就是一个你对自己 负责 或者你对自己 整理自己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呢 在209页他有一段话 就完全说明了你刚才讲的那一串 我觉得很重要 我把原因重现一下 作者说 对回忆录来说只有一个问题 真正切合体质 这是一本好书 还是坏书 如果你是用回忆录来探问人性 你自己的人性 以及那些曾经走进你生命 带给你痛苦的人 的人性 那读者 就会对于你这趟探索之旅 产生情感 回归人性本质哦 他继续说 但他们不会对于发牢骚的东西 产生情感 请把那份怒气丢到别处吧 在动笔之前 先厘清你做这件事的意图 然后诚恳正直的说出你的故事 是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诠释 因为刚刚嘉玲在聊的过程 我一直在想 我看很多人在写自传 或者是 因为近几年来 这个所谓的庶民书写 整个是很风行的 甚至于很多公益团体 或者是很多单位 都在推动这个部分 比如说口述历史 生命历史 生命续说 自我续说 可是我常常会觉得一件事情 包含这我附带题的 我看最近中国大陆出的一些 新兴作家在谈他成长故事 我觉得 他们都应该看这本书 对 因为我觉得那不是好坏的问题 我也必须承认 一个人他生命当中 走过的一些比较负面的 悲苦或酸楚 那个东西是要处理的 你把它写出来 把它具体化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处理过程 可是具体化的过程并不代表 你要把它出版给所有读者看 或者他对所有的读者是有价值的 应该说 对所有读者在阶段性来说 他可能会因为 看到跟他有一样经验的人 得到共鸣 可是共鸣之后呢 你要能够带着读者去看到 更深层的意义 而不是只是停在那个情绪里头 对 所以我觉得呢 在这本书 他一再强调一个观念 重点不是你经历什么 因为他本身也 曾经有在生涯一段过程当中 写这个旅游文章 他也写得非常好 甚至于他也写了那个 很有名在国外的一本书 写棒球的叫春训 是 这也是经典之著 他说重点不在于 他写什么棒球场上的细节是如何 或旅游文章所看到的风景 和当地的风土是如何 重点在于 这些风土给你什么影响 是 而且我觉得 他真的很棒的地方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看 哇这本书写得很好 可是我们身为读者很难去说 他到底好在哪里 所以你就知道我那一篇书评 为什么写这个阅读书写回顾 因为根本是跟没讲一样的主题 就是你有的时候会觉得 哇这个人给你感觉好舒服 可是你不知道舒服在哪里 那这本书他就是在告诉你说 他怎么去处理这些素材的 包括说像刚刚凯宇有讲的 他在写春训这本棒球的故事 他不是告诉你 一垒有人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处理 他在写的就是 这群人 他们的一些共同的关系是什么 那你如果是一个写作者的时候 在同样未来 你要处理相同的议题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什么样的角度 可以让他写的是 比较平易近人的 那读者会比较能够去接受的 对 他就说 湖冰散记描述的不是梭罗 如何在华尔滕湖畔 度过每一天 那本书写的是 他住在华尔滕湖畔的两年里 想了哪些东西 是 重点是他想了哪些东西 而且那本书 湖冰散记非常的有名 我们大家都以为 那应该是在他很新鲜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就赶快写错 那本书延宕了三四年之后 才写作 对 所以他这本书真的就是 一个作家在告诉你 妹妹咖咖你知道吗 他告诉你怎么去写作这件事 包括他里头有一个例子 我觉得很有趣 他就说 以往我们想到警察 就是一个很正义凛然 然后不尽人情的一个 一个身份跟角色 可是这个时候呢 他在某个创作里头 他需要有一个平易近人的警察 这时候他要怎么出场 一般人就会可能要讲一些 画一些就是 这是一个平易近人的警察 这个警察人很好 可是读者没有感觉 那是要废话 你没有感觉 他就说 那这个时候你是作者 你可以就让这个警察 来个破伤 来个感冒吧 让他流个鼻涕出场 你看这对我们在接收的时候 我在看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感觉到 原来作者用这个样子 让他出场 他希望达到的效果是什么 那读这本书 你就是可以看到的是 哦原来作者写到这个 他想要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就好像电影里头 突然来个浪井 你要营造的气氛是什么 那我觉得 看了这本书 为什么我觉得很开心 就是原来我自己做创作 原来我自己写东西 写得这么爽 可是其实如果从一个读者的角度 也许我写的 跟他看到是两回事 对 那这个作者就在告诉我 那这中间的桥梁在哪里 其实我们在录音之前 我记得嘉玲讲了一句话 非常经典 我还特别把它写下来 嘉玲在录音前说 这本书就在讲一件事 叫做呢 会写不等于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对 对不对 是 因为我常常觉得 就是说我们如何让自己写出来的东西 应该说写出来要给别人看的东西 是 是有一个自觉的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像我自己常常在引导朋友 或者在带自由书写 心灵书写 我常会说 你如果是要处理自己内在的问题 那你写的东西 它就根根本本的设定是 不公开出版 它只有你自己看 那在这里面怎么样的杂乱 怎么样的情绪充斥 怎么样的无厘头 或者是没有逻辑和顺序 都没有关系 因为那是你的事情 它仅止于你自己观看 或者是你信赖的人 能够接纳你的状况 同理你跟你走过这一段自我探索之力而看而已 如果你企图想说 要一渐一勾 要把那样的东西变成是可以出版 给其他人看 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 因为你绝对不会有任何好处 而且你会伤害到很多人的眼睛和脑袋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其实也在讲我自己的过程 因为我自己记得 我几年前在研究所所接受训练 也是做这种生命的探索 可是我渐渐发现一件事情 不管我再怎么诚恳和诚意的面对我的读者 应该说诚恳跟诚意 它必须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被使用的 它不代表就是说 我要把那种最不堪的东西公诸于世 因为重点不是那个不堪 如同这个作者所讲的 重点不在于你遇到什么样的挫折跟困境 重点在于这些给你什么影响 你想了什么 所以今天我跟佳玲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读完这本书之后想了什么 那我也希望你自己能够亲自去阅读 把你阅读完之后想了什么告诉我们 好不好 对啊 真的是一本跟以往写自传很不一样的书 你会很享受整个过程 是的 阅读这本书的过程 它就是一个享受 对 今天很谢谢佳玲 跟我们一起对谈 如何写出好人生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听众 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再会